好 今天早上我们请到的对谈来宾对象是前立委孙大谦 大谦哥早安 曾荣早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早 好 大谦哥我们想要跟您请教一下 我们进一步要分析的昨天的选战的结果 包括在台北市这一局 其实选战是由国民党的蒋万安拿下 有人现在做分析的得票率 认为说黄珊珊似乎是拿走比较多绿营的票 但是呢同样的在柯文哲执政 八年都没有能够帮助到黄珊珊胜选 再让黄珊珊她担任副市长的期间 其实应该是很多市府的资源的 但是呢她还是落败了 好 另外呢这个民进党的立委 高嘉瑜还有何志伟现在也在点名战犯 当然他们就认为说是 侧翼网军跟决策小圈圈也是影响这一次 綠营在这么多个县市都没有能够守住的 最重要的原因 我们想要请教大谦哥怎么分析呢 是我想明天 昨天的这一场选举的这个结果 与其把它解释成为说是 国民党的胜利 不如把它说成是台湾人民的胜利 也是台湾民主力量的一个展现 就是台湾人民再一次的用手中的选票 证明了一件事情 它可以把权力交给你 它也随时可以把权力收回来 选民已经不再是过去盲目支持投票的选民了 选民有自主判断的能力 也就是说未来在选举的过程当中 蓝营也好绿营也好 不能够再靠以往的意识形态旗帜的挥舞 就能够得到选票争取胜利 而必须扎扎实实认认真真的做出成绩 才能够得到民众的肯定 昨天晚上台湾人民是值得骄傲的 因为台湾人民再一次的证明 我们的民主制度已经相当的成熟而且完善 回过头来讲到刚才曾荣所提到的问题 其实昨天晚上的这个投票结果 之所以代表了台湾民主政治的一个成熟的展现 另外一个层面就是我们可以看得到 不管是这个林佑昌在基隆执政了八年 但是并不代表林佑昌的光环 可以转移给蔡世应 郑文燦在桃园执政了八年 也不代表郑文燦的光环 可以转移给郑运红 那当然同样的 柯文哲在台北执政了八年 也不代表柯文哲的光环 可以转移到黄珊珊的身上 所以过去想要用这种继承的方式 来延续执政的可能性 就会大幅的降低了 因此以后的选举过程当中 所有的候选人都不需要寄望 也不能够寄望 他的前任可以给他带来什么样的资产 他应该考虑的是他自己本身的条件 他如何塑造他的形象 他如何提出可行的政见 如何争取选民的支持 那么这样的一个选举结果 其实对台湾的民主政治来说 是一个相当大的凌晨碑 那么黄珊珊其实在这一次 台北市长的选举的结果 某种程度来说 已经是相当令人惊艳 也是值得肯定了 因为台北市在蓝绿 两大势力的全面夹击之下 黄珊珊仍然能够得到相当可观的选票 更重要的一点是 我们周围很多蓝营的支持者 原本是有意要投给黄珊珊的 但是因为他们实在担心 陈时中会当选 所以他们最后只能够忍痛 弃黄珊珊来保蒋婉安安 因此黄珊珊如果在没有弃保的情况之下 他的选票会不会有更多的成长 那么现在当然很难说 不过从目前所看到的这个结果 已经是五党势力 或者是第三个小党的势力 在台北市长选举里头 最好的一个成绩了 那么所以对这个台湾的选举制度来讲 黄珊珊的现象也证明了一件事 就是在昨天的选举里头 台湾民主进步的另外一个 这个展现的成年 就是年轻世代跟中间选民 主导了选举的这个走向跟胜负 那么年轻世代跟中间选民的力量 已经大到一定的比例了 那么在每一场选举里头 他们都可以这个决定 这场选举的胜败 因此在这样的一个选民结构的改变之下 未来蓝绿的白各个政党 在推出选将 然后在这个经营选战的过程当中 都不可能轻忽 年轻世代跟中间选民的力量 好我们谢谢大千哥这么精彩的分析 另外我们想要请教的是 国民党这一次可以说是大获全胜 那么拿下13个县市 接下来当然最重要的是2024年的 这个决战这种大选了 好党主席朱立文就说呢 这一场的选战跟您刚刚提到了 这是人民跟非绿营的胜利 好这个非绿营的阵营呢 是不是也意味着蓝白合作呢 再加上这一次民进党 他们的这个抗中保台牌是失灵的 其实呢不代表说抗中保台牌 这张牌呢在总统大选不代表是没有用的 因为总统大选整个是拉高层级了嘛 我们想请教大千哥的是 未来两年国民党到底应该要怎么样布局呢 我想从朱立伦主席胜选之后 对外的谈话就可以很欣喜的知道 国民党的中央国民党的高层 并没有因为昨天晚上的选举结果而被冲昏了头 因为我们必须要很冷静的来面对 这一场选举的结果 与其你说是国民党的胜利 不如说是人民的胜利 因为在过去这些年 国民党面临了很艰困的状况 国民党一步一脚印的在推动改革跟转型 但是我相信距离我们原本设定的目标 还有一段很长的距离 那么因此这一次选举的结果 国民党能够掌握如此多的席次 最主要的关键 当然除了国民党有在试图 转型跟改革之外 更重要的一点 是因为民进党跟蔡英文做得太烂 太糟糕了 所以这场选举的结果 只能够提醒国民党 台湾人民可以随时展现出民主的力量 但是如果要考虑到未来两年的 这个总统大选还有立委选举的布局 国民党恐怕就要进入 更缜密的思考跟安排 因为今年的选举是九合一的地方选举 九合一的地方选举 通常外国政府的势力不会介入台湾 讲更直白一点 九合一的选举 美国不会介入台湾 就算他想介入 介入的空间也非常有限 但是2024年所要面对的是 中央执政权的选举 对美国这种长期以来 控制自己盟邦选举结果的国家 这个都已经是一种习惯的这种模式来讲 那么我们当然要非常的小心注意的是 未来的这段期间 会不会又有什么复制的反香港反送中 会不会又有什么复制的 什么假共谍王立强的事件 一件一件的爆发 因为唯有外国政治势力介入台湾选举 民进党抗中保台的氛围跟戏码 才能够唱足作权 那么所以国民党要小心的第一件事情 就是未来在两年的过程当中 这些外国政府会不会把手插进台湾 会不会在台湾周遭制造事端 那么当然第二个 所谓的抗中保台 其实台湾人民在这场选举当中 证明了一件事 台湾人民都要保台 但是保台是不是一定要抗中 这是国民党未来可以思考的逻辑 要用什么样的诉求 让台湾人民知道不抗中 也可以保台 保台才是最主要的目标 要如何能够不要让台湾涉入战争 不要让台湾人民付出代价 不要让台湾变成战场 还能够保住中华民国 保住中华民国的民主制度 保住台湾人民的生活方式 我想这是国民党 接下来的另外一个课题 第三个更重要的是 在这场选举结束之后 希望国民党所有的政治领袖 不要因为这场选举的结果 而被冲昏了头 每一个人都要要欲试 觉得大家自己都可以职攻大位了 我觉得国民党总统大选的提名机制 的公平公正公开 是一个接下来非常重要的关键 如何在公平公正的机制之下 推出一组代表国民党参选2024年 而且具有慎选可能的总统候选人团队 这是接下来非常重要的一项工作 同时推出了这样的团队之后 国民党可能也要思考 要如何跟反民进党的势力来合作 而不至于因为欲望相争 又再一次的便宜了民进党 所以其实距离2024年 让民进党彻底的下台 让民进党彻底的下架 我们还有很长的一段路 中间还有很多的困难 还有很多的挑战 但是我们相信 台湾的民主力量的支撑 国民党一定可以顺利的 完成这一项一项的考验跟功课 我们会再继续的努力 希望能够赢得2024年的胜利 我们来帮大家科普一下啰 水神跟病毒或家中的细菌作用之后 就会还原成水 不会残留也不会污染 如果家中有营法族 有儿童有孕妇都适用 如果您想购买的话 当然会再快点够购买 才是最划算的